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苏绢的受害人的罗友避免 他们说在陈建飞的家里 没见过这个苏绢的罗友避免 不知 结果出来了 苏绢上的确是受害人苏绣娟的血 苏绣娟的血 对 会不会有可能 凶手 穿了这双脱鞋 到了商人现场 见上苏绣娟的血迹呢 有可能 可怎么证明呢 国师 政委 附近的几家超市全都调查过了 他们说从来没有卖过这个牌子的重新 现在脱鞋这条下手也没什么干的 走 走 嗯 知道了 法医和痕迹专家 终于在那个碳化的男尸景葵上面 发现了三道刀痕 这两口被刀砍伤啊 这确实无疑呢 就这拖鞋 我觉得这线索啊 还不能轻易放弃 这只拖鞋 是我们在案发现场捡到的 经过调查 它不属于受害者 那很可能是凶手的 而且还在上面 提取到了受害人的血迹 这就说明 很可能凶手穿着它 去过现场 卢道 我记得你说过 凡是人使用过的 接触过的东西 都有可能 提取到它的遗传密码 就是DNA对吧 是 我说是说过 但是这种检测真的不行 如果这上面有嫌疑的血迹 哪怕这很小的一点 我都能检测出来 但这个不行 你看 这是一只狠心的拖鞋 我估计这个罪犯 穿在脚上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 而且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根本提取不到DNA了 不过我总感觉啊 你会有办法 我可没办法 这比事故案还难呢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 你干吗要留下来 不懂 不懂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首先 凶手是一定有被害人家里的药 十二度凌晨一点左右 他带着手套 白揣着凶器 手里提着装满汽油的塑料桶 来到死者家里 先用钥匙打开大门 怕留下脚印 换现事先准备好的拖鞋 到了龙口 直接进入主人卧室 根据尸体在卧室的位置来看 男的是躺在西木斯床上 证明没动地方直接被砍死 女的是趴在床下 证明想跑但是没跑掉 经过一番搏斗后 最终被残忍杀害 凶手带来事先准备好的汽油 点火损尸 看大火燃起以后 跑下楼 来到院门口 换上自己的鞋 匆忙当中有一只拖鞋 落在了院门口 另一只可能被他扔进大火里烧没了 匆匆跑上街 随手丢了两把钥匙 那两把钥匙就是秋冰找的那种 现在的关键是 杀人用的凶器 到底在哪儿 这是一个未知数 顾铭 这个案子你们准备怎么干呢 还是先从受害人的熟人和禁林 调查开始吧 再逐步地向外围扩大 有受害家人的钥匙肯定远不了 另外作案的时候知道 戴手套换拖鞋 焚烧现场 这说明蓄谋已久 计划周全 另外 作案手段比较凶狠 应该考虑是报复杀人 抢劫杀人的可能性也有 但不大 因为受害女主任家里的几件 金银手势并没有丢失 那你准备从哪儿入手进行排查呢 先看看当晚救火时候他们的表现吧 我们筛出三个重点对象 第一个是死者陈建飞的叔叔 五十一岁 叫陈喜婷 他平时跟这陈建飞有矛盾速不来往 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发现着火的 而且腿上有伤 这个陈喜婷跟他们家本来就有仇 而且腿上还有伤 着火的时候却表现得那么积极 有没有预盖弥彰的嫌疑啊 第二个对象名叫郝银山 救助死者隔壁 离得特别近 但他却很久以后才出来救火 而且出来救火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短裤 照理说郝银山家离案发现场是最近的 他为什么出来那么晚 他会不会是做了案以后 先回家处理血液凶器这些政务 然后再假装出来救火 我只是个假设 最后一名可疑人员叫朱小川 刚出一步酒 他家和陈建飞住一条街 而且离得特别近 但他却没出来救火 他有前科 咱是不是得重点查了 好 你们三个 分别负责排查这三个人 好 布置 朱小川不见了 说的是他正在办身份证 办完以后就没来取 人突然就不见了 抓吧 我承认 我们两家关系不好 见面也不说话 为什么呀 我这侄子啊 特别小气 去年我家盖房子 我老伴住院 想跟他借两个钱 可是他一分钱都不透 还说难听的话 说什么了 他说 我家也不是银行 没有钱 是 陈建飞家里着火 是你第一个发现 是 一两家离得也不算钱 那天 我跟老伴上班纪 自己就出去溜达 是 快到他家门口的时候 我发现 找火了 不想管 找就找呗 也不伤我家的 可是没有一下 那也是我亲子子 所以 我就喊人救火了 我也不跟你兜圈子 都是怀疑你 怀疑我 怀疑我什么呢 杀人送火了 放屁 提什么安 慢慢说 那也是我亲子子 不是媳妇 说说 为了怎么着吧 我们已经证实过了 朱小川来友真 来找他之前监狱里面的御友 那他们之前 一起在哪儿服务行 什么地方监狱 什么地方监狱 在这儿 有一个叫潘凯的曾经在第二监狱服务行 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后街二十三号 怎么现在怎么办呢 走 找潘凯 走 你去打听打听去 哪一片的安脸俩的关系最好了 我开了个水餐点 买玉 十一号那天 她媳妇过生 这是我给她送去的玉 出事那天晚上 你都干了什么 那天很像 那我吃完饭就送店里猫回去了 擦擦饼鬼 死到死到 那算什么的啊 都忙忙的就十二点多了 我都回家睡觉了 你们两口子都在店里吗 没有 她回去的糟了 她九点多都回家了 我天天都忙到十二点多了 我惯了 你们家就住在陈建飞家隔壁 怎么着火那天晚上火那么大 你出来去很晚啊 我不回去了玩嘛 水多了 我来碎了丝 一开始没停电 我来停电都赶紧跑出来了 找谁啊 找谁啊 我们来找竹小川了解点情况 竹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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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站住 竹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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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竹小川 跑什么跑 是你杀人放的火啊 是 都都是我干的 我刚才是乱说的 这事儿确实不是我干的 竹小川 你就不老是吧你了 可是这事儿真的不是我干的 我刚才就是胡说八道 该当 行了行了 别来这套 我问你 你去柳正干什么去了 我 我找育友潘凯的老婆睡觉去了 行 行 我问你啊 你好好想想 十一号晚上 你都干什么 你说那天啊 那天我喝多了 在家睡觉 竹小川 你还不老实是吧 警察大哥 我说的都是真的 固执 是 朱正伟 我们确实找到了朱小川的父母 他们说十一号晚上 朱小川喝醉了 在家里睡觉 怎么叫也叫不行 他们老人口可以坐这儿 知道了 刚抓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这样 我就是想你们把我抓起来 拘留 我说朱小川 我 我 我没明白吗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知道啊 那个姓潘的凶得不得了 听说这两年就放出来了 不是 那姓潘的放出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害过他 我当时没有害过他 可是我睡过他老婆 这事好多人都知道 只是巴不住火呢 他要是一放出来知道了这事 那还不得剁了我呀 你觉得说我们警察好玩是吧 你叫小人好玩是不是啊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 救命啊 放人 这 这政府 我 我反映一个事 我交代一个事情 我 我交代一个事情可以吗 把我拘留起来吧 来吧 大家把这几天排查的情况汇过走 陈喜婷已经调查清楚了 前几天腿吹伤了 行动不便 不可能放了火又救火 时间上来不及 腿真的受伤了 医院的鉴定结果 我了解到的情况是 好云山和陈建飞两家 向来无冤无仇 而且关系非常不错 目前看没有杀人动机 另外走访了好云山周围的邻居 他们一直说 他脾气好胆小 这么多年没见过他跟谁有过矛盾 而且怕老婆 当天晚上好云山是十二点多回到了家 而陈家是一点多着的火 谁能证明当天晚上他十二点多到的家 我问过他老婆了 他说他回家比较早 睡得也早 好云山基本上是在十二点左右回家 我那边朱小春的情况 你们也都知道了 那这么说这三个嫌疑人都可以排除了 难道说这个案子还能从零开始吗 没有都排除 我觉得这个好云山多少还是有点问题 他当天晚上十二点多回到家 他老婆可以证明了 那么等于是自己给自己证明了 再说他老婆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了 咱们就记得那么清楚 他十二点多回到家了 他回来是不是看表了 可是他并没有杀人动机啊 杀人动机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反正我觉得好云山这个人还得查 十一号晚上你老公回家的时候 你看表了吗 我睡着了看啥表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十二点左右回了家 他一般最晚也就这点回来了 那他回来之后有干什么没有 那么晚了他能干啥呀 比方说他有没有洗澡有没有洗衣服 你都跟您说了我睡觉死了 他干啥我也听不见 我能走了吗 可以了 不过今天找你来问话这事 你暂时保密 绝对不要告诉你 包括你找的 明白了吗 明白 老板 你这花阁怎么卖啊 每个花块 心不心想啊 几分早上搞赖点 这三倍大倍少的差半钱啊 每个十五 每个十块 行吗 来着 便宜点呗 便宜点呗 就这家啊 便宜点我一样都来点 你少拿着我都这家 老板 你挑一条大的 多撑一下 哦 大了 嗯 这门行吗 行 不说你还买鱼啊 你也买鱼啊 过来看 嗯 一斤板 三十五 三十五 分量足吧 哎呀 你两手 你俩 好了 正好啊 好嘞 老板 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 给我剁成段吧 好 行 好 行 好 行 啊 行 好 行 嗯 给你嘴上那就行 小小 行吧 这个 你再便宜点呗 一间我都来点 呦 师傅 不好意思 把您眼粉弄湿了 让您瞅我这个吧 那 打您的忙 好嘞 谢谢 我再看看别的啊 走 慢点啊 你小子行啊 现在脑子也不闲着 还不是跟您学的 没有线索的时候 到嫌疑人附近转的 看看能不能有新的收获 说上你什么收获 那把刀 多于用的刀 那把刀是新的 查口都是新的 他什么时候换的呀 问题在好阴山换刀 是他自然地已就换新呢 还是他刻意换的 这些都甭管他 关键是 这旧刀哪儿去了 把这个交给西大姐 让卢涛尽快 在这上面提取到 好阴山的DNA成分 好 来 等会儿 把这个拿过去 想办法坐着吃吧 要没人给我做 你给我干嘛呀 你作与最拿手 拿回去给撒着 让你拿着 你拿着吧 行 便宜我了 您不走啊 我再待会儿呢 师傅 来活喽 固执要求从这个剪裁上 提取出嫌疑人的DNA 不是 这个太简单了 你都可以 我 我可以吗 放心吧 我在你旁边看着 喂 喂 喂 我尽力还要求你 你去哪儿 你听不懂 我尽力还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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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能够用 你又要求你 好看 我尽力还要求你 你其实没有想到 我尽力还要求你 你也要求你 你们有事啊 没什么事 这还是例行调查 麻烦您还配合我们一下 那肯定没问题 我们两口子跟陈建飞他们两口子关系可好了 你这阿迪一直不过我们心里都不踏实 你这摊子不小啊 生意不错吧 还行 我看您东西都换新的了 这么大刀您拎得动啊 这就习惯了 这东西常换常新的 旧的不好使 那那旧的呢 旧的当被品卖了 具体卖哪儿了 您还记得吗 就这附近好多被品收购站的 那您这刀忘了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得有一个月了吧 你老问这刀 没什么事 这就是例行公事 好多环节所有细节都在问道 您别多想啊 老板 你这赶了多少钱已经 那个十块 你看看 都是新鲜的 那成吧 不耽误你了 我们还有事呢 先走了啊 给你们捞点海鲜拿回去吃吧 不用 不用 谢谢了啊 慢走啊 来 给我撑撑 我建议正式提上黄云山 有证据吗 你就提醒他 他这个时候正好换刀 我觉得不仅仅是巧合 而且案发当晚 他行动时间上有疑问 现在他身上一点最多 应该正面接触 先别惊动他 派人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 去查一查 看近一个月来 有没有收购过旧砍刀 附近所有的废品收购站 都要排查到 还有加油站 那个配钥匙摊 都排查一下 那边 有人吗 大爷 您是这儿老板吗 我们是警察 想跟您打听点情况 什么事啊 您别紧张啊 我们就是想打听一下 这近半个月来 您有没有收购过一把刀 这种刀啊 是专门剁鱼剁骨头的那种 你说那旧刀吧 对 有几把 在哪儿啊 就在那废虫烂蝶里 那大爷您还能记得 您是从什么人道 什么时候收的吗 这可不记得了 那这样吧大爷 您忙您的 我们自己跟他看一看 行吧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啊 天来了 过来帮您一块找 怎么了 没事 手破了 出现没有 没事 好看 赶紧去医院打证防伤风 没事 这全是生锈的破铜烂铁 会感染的 我说没事就没事 赶紧去医院 去什么医院呢 你知道现在 大家都忙成什么样了吗 为这么点小事去医院 你知道固执现在急成什么样了吗 别啰嗦了 行吗 赶紧干活 秋姐 人家林哥也是关心你 对吧 你固执固执 怎么记忆全都为了固执 我这儿为你好 我这儿为你好 你看什么呢 你看什么呢 我 我看对比图啊 你都已经提取成功了 你看什么呀 成功了 我这师父太失败了 图地提取成功了都看不出来 真的成功了 你不会是懵的吧 你的意思是说 我真成功了呗 谢谢师傅 不用谢我 我没帮你师傅 那以后我们技术室 有师傅你 在家骑大姐 还有我 我们 骑大姐就算了 不过你真的是挺厉害的 师傅叫得好嘛 谢谢师傅 不用谢 成了现在跟我出场了 师傅 我都已经成功了 你那是烟球上的DNA 还有脱节上的呢 没事 我都能成功 师傅 你更没问题了 这是两码事啊 师傅 你头发这么长不难受吗 好几天没洗了吧 要不我给你换个发型怎么样 你看电视上那些明星的发型 你挑一个我给你剪 葛佑的发型怎么样 我怕你最近脸色不太好啊 没事 你别乱吃饭 你别乱吃饭 喂 林总 郑伟 我正准备找你呢 什么事 你下一步的任务 你跟邱冰一起去 郑伟 我跟他不是一组的 哦 我知道 是这样啊 就是你找的物证和他找的物证 都是一个人的 我希望你们把两个物证啊 在一起比对完之后 再细化他 是吧 咱们优势互补 咱们推荐案情 好吧 怎么怎么不愿意啊 我 愿意 那快去吧 我们的人把案发现场那一带 所有的废品收货站都调查了 还有常年在那儿收费品的小贩 也都问了 砍刀找了几把 但是经过机会部门检验都不是 还有加油站配钥匙摊 也都走访过了 没有人看见郑伟山 买过汽油配过钥匙 看来现在外围取证是进行不下去了 这郑伟山 在案发当天晚上不在场的证明也十分模糊 而且离他那么近的邻居家着火 他却迟迟不出来救火 这也有问题啊 看来我们需要跟他正面接触一样了 小冬 马上搜查一下郑伟山的住宅 和他的水产店找刀 好 郑伟山 说说吧 你得把多余的救刀 救刀呢 救刀 你不吻啊 吸收了 扔了 扔了 扔哪儿了 哪里了 可能脚一个手破烂的给拿走了 你家里为什么吹放齐忽啊 脚的能不吹放齐忽啊 死堂里这么闻得电火寻寻的 那些丑玉懒侠 要不受不了 你跟陈家关系不错 是不是利用 经常去他家创门的机会 配了他家的大门钥匙 我想他家还有吗 是 我随随想起 乔门都气了 王伟山 实话告诉你 你有杀害陈建飞夫妻俩的重大行业 知道吗 我 我跟减肥关系这么好 两个的说明都没有了 我在等待中里 你可说我傻了他两个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 你有什么证据啊 王伟山 不要在这儿给我吓人了 好吗 要我 给他上测网衣室 测网衣 也许 能让他 露出一些破绽 在诸多问题上 都突然加入陈建飞的名字 当然 王伟山 反映基本没有变化 他皮肤的电阻不变 呼吸 心跳 血压 全都正常 这么说这关 他就算顺着通过了 要么不是他干的 要么他心理素质太贵 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的测谎题 在他心里面 已经演示过无数件了 关于测谎研的设置 我们还是只针对于 常规思维的预判 而不同案件的嫌疑人 却牵查万别 老公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先给郝云山搬一个监视剧主 不能让他随便乱跑 外出必须报告 你们去吧 我再想想 碰上 我们可以 找到什么 不是 固执 但是为什么 一定会结束 是你 就是 有什么 在 那你跟我来 这是一双新买的拖鞋 我刚刚穿了半个小时 左脚没穿袜子 右脚穿的袜子 我明白了 你向我前头了 不过怎么样我佩服你 你佩服我不行了 你得让我佩服你 来吧 抽点血 如果你能在这双拖鞋上 提取到我的DNA成本 那就可以 在我们现场 捡到那双蓝拖鞋上 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DNA 对吧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真的没有把握 你不是怎么知道不行的 我告诉你 世上一切伟大的成就 都从不知道不可能开始的 这可不像你 杨涛 你不是号称实验室狂膜吗 从来都不出稿实验的 来 抽携 我去准备准备 你家娱你把这个给抱起来 好 我去看看 这卢涛工作还行吗 还行 都说卢涛这人挺怪的 我觉得挺正常的 还教过我从简体上 提取DNA呢 就是 那都是谣传 那你还喜欢 喜欢 这儿的工作吗 挺喜欢的 喜欢就好 喜欢 对 我问他 卢涛最近 有给的女朋友打电话吗 我不知道 有可能他偷偷打 我没听见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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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鼻泄气 太晚了 你先回去吧 今天肯定没戏了 既然我是你助理 不管多晚什么结果 我都要陪着你 没事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就晚了 你妈该担心了 对了 我妈刚才送来鸡汤馄饨 要不咱们再试一次 然后我陪你一起吃怎么样 你说我还真的有点饿了 行 为了鸡汤馄饨 再试试吧 三天来 鸡汤用了各种办法 根本没办法在你穿的拖鞋上提取DNA 哪儿那么容易啊 不是 郝英山多次提出要回乡下看他父亲 说他父亲病了 我查了一下确实病了 不能放他走 他现在身上疑点最多 他要是走了 跑了怎么办 放他走 他要是想跑 晚到好罢了 说明他有问题 我们立马拘捕他 不是 跑了还怎么拘捕 凭什么不让他跑啊 对 我找人跟着他不就完了吗 就在他要跑没跑的时候 明白吗 都被这DNA闹的 就这样的 你看看我这电脑怎么了 你不会是系统崩溃了吧 你 你碰什么了 你不是说哪儿 你会问她 还问我 脱节上都有细胞脱落 穿着袜子也行 行 细胞可以二次软移 而且你看 固执脱节上的DNA 跟血液里的DNA 是基本一致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学校 那 那 那这么说的话 犯罪现场那只拖鞋 也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你是要给你女朋友打电话 我一高兴就忘了 我 我忘了她不会接我电话的 你习惯了跟她分享成功的喜悦对吧 那你就不停地给她打呀 说不定她还正在想你呢 只是不好意思找你罢了 不了解她 固执 卢涛已经从你的拖鞋上 提取到你的DNA成分了 这小子太棒了 我就知道我没看错她 你告诉卢涛 提取到我的DNA成分只是第一步 下面要尽快地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DNA 是 固执 我还有个事要跟你汇报 什么事 你上次不是问我 卢涛有没有跟她女朋友打电话吗 她跟她女朋友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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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卢涛情绪怎么样 她情绪挺低落的 我 我觉得 这个男人越是在这种时候 你就越应该给她一些安慰 安慰 对 就是用你女性的温柔 去 去 去给她一些安慰 固执 我只是来配合她工作的 没有别的想法 我没说你有别的想法 配合工作 也要给她一些安慰和鼓励嘛 她如果情绪不好 她怎么能好好工作呢 是不是 怎么这么难呢 怎么这么难呢 我不想干了 师傅 你别着急 只要你集中精力 静下心来 一定行的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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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知 小卢这小伙子 脾气是有点怪 但是干几工作啊 没人能跟她比 是啊 老吴 你叫我 你坐下 我问你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 卢涛那个分配名额的事 我问你 局里人事部门 我早都问清楚了 今天咱们根本就没有接收 外省毕业生的名额 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从市里要名额呢 市里名额也都满了啊 那到省里去啊 你不是有个远房亲近 在省人事厅吗 你是说我那个舅舅啊 对啊 舅舅 这 这都多少年不联系了 多少年不联系就联系一下呗